Amy 陳一薇這日出席活動 對於快來到的中秋節 她就說已經做好準備了 其實因為小朋友是靠我們父母 去解釋給他們聽 不同的Chinese tradition 我覺得作為父母是我們的責任 雖然我在外國長大和出生 但我也有很多Chinese tradition 我也要學習 即是剛剛中秋節 我找到一個英文 因為我不懂得看中文 我看到一個英文翻譯的書 我就馬上賣了回去 說一些上岸的故事給小朋友聽 讓他們明白和了解 為何有中秋節和中秋節的傳統服務 是要做什麼 他們其實都很享受 他們很喜歡 尤其是我大兒子 雖然他喜歡超級英雄 喜歡男生的東西 但他看到上岸 看見中秋節的好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好女生的風格 但他都很喜歡很欣賞 老公陳豪 最近除了忙著拍劇 還要打理咖啡店的生意 一個人照顧著三個子女 會不會很累 我們開了學後 我就更加忙了 因為我三個小朋友 現在正在回 其實他們 雖然回了兩間不同的學校 但他們接送 即是他們上學和放學的時間 三個都是不同的時間 變成對我來說 就忙了很多很多 夏季就比較 我覺得舒服些 雖然他們不用上學 又或者我帶他們去加拿大 又可以回夏季 但至少我都是一個 pick up time 有可能兩個 sorry 一個 drop off time 那 pick up 就有可能兩個 但也容易一點 但回了學後 就辛苦些 除了接上學放學 Amy 還要看著女女 不讓她偷飲咖啡 原來三個子女 雖然人仔細細 但已經和爸爸一樣 很喜歡咖啡 有 尤其是第二個兒子 我第二個兒子 對於咖啡的研究 很有興趣 他經常看到爸爸在 研究怎樣去炒咖啡 怎樣去製造不同的味道 第二個兒子 就特別很有興趣 我第一個 和第三個 就好像我這樣 很喜歡品嘗 很喜歡品嘗 很喜歡品嘗美的咖啡 他們經常聞到咖啡 他們就很想試一點 聞一下 他們都說 咖啡的咖啡 當然他們不能喝 但我女兒很多時候想偷偷地喝 我看到真的不行 但她真的會偷偷地喝 她看到我不是看著 她就這樣喝一點 但她就馬上跟我說 媽媽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只是在乎